马上就要过年了,做这要一道鱼给家人们吃吧,既好吃还好看 首先第一步把头斩下来,把内脏清洗干净 在鱼背上面来两刀,然后把鱼骨去掉,像我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再把两边的鱼肉切成像我这样的小条状,中间不要切断 装鱼网了后,再把鱼肉卷起来,摆个满意的造型 在鱼的表面用刷子刷上一层居油,这样蒸出来的鱼颜色会更加的鲜亮 放上姜葱,蒸锅上去加盖,蒸5分钟 趁这个蒸鱼的时间,咱们用我的右手切一点姜葱丝 鱼蒸熟过后,把蒸鱼的姜葱丢掉,淋上一圈蒸鱼齿油 放上切好的葱姜丝,浇热油 鲁鱼像我这么做,既鲜又嫩还好看